我們常常會想要探討說到底為什麼會異味性皮膚炎 其實我們與其探討成因倒不如講說 它是一個體質狀態 因為異味性皮膚炎的患者 他天生因為基因的某個部分的影響 所以他的皮膚的保護能力就會比較弱 那由於這個比較弱的話呢 反而是我們要在意說是什麼樣的因此會去誘發 那常常就是說因為他皮膚的屏障保護力比較弱 所以常常會因為就是外來的一些環境的刺激源 譬如說空氣污染 那或是說熱啊 流汗啊 那另外就是像是食物方面的話就是 奶蛋豆 魚啊 小麥類啊 然後化身堅果類 這些食物都會容易引起這個異味性皮膚炎的患者 會有這個過敏的情形發生 那為什麼 其實又回到就是說異味性皮膚炎的患者 很大部分他會有一個異味性體質 除了就是代表他容易因為一些過敏原的刺激 而誘發身體的發炎反應 然後揚感以外 他也會容易有像是過敏性皮膚炎 還有就是氣喘 這兩個東西就發生 通常很多異味性皮膚炎的患者 在小時候就會合併過敏性鼻炎和氣喘 對 像我自己本身也是異味性皮膚炎患者 所以我其實在小時候這三大東西我都有 就是皮膚炎啊 然後氣喘和過敏性鼻炎 當然氣喘長大以後會改善了 那皮膚炎呢 長大以後也會慢慢的減緩 像我的話過敏性鼻炎就一直還在 像我今天每天都還是容易這個 那個鼻炎就容易鼻塞這樣子 我們就是分這個小孩 剛出生的 那還有就是學齡兒童和大人 那剛出生的小babyinger 那他們的話呢通常 異味性皮膚炎都是在我們的 雙腳 頭部啊 頸部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身側 就是伸展的那一側 也就是說比如像我們的手肘啊 或是我們的膝蓋 膝蓋這一面 容易會有皮膚炎 那當變到學齡兒童以後 我們的皮膚炎就會相反的 變到我們的彎曲側 也就是在我們的 譬如說 肘窩啊 然後或是溪窩 對 那反而是這邊會容易癢 而且這邊又容易因為 是皺褶處嘛 或是腋下皺褶處 容易因為這個流汗悶熱 然後會引起我們的 異味性皮膚炎的那個 不適 造成那個皮膚的不適 所以就會容易發作 那當轉到成年忍的時候呢 那個剩下來的皮膚 濕疹發作的位置 就變得 不會那麼的大範圍 那可能就是會 少部分固定在 身體的某些處 像是虛側 或是手掌啊 手指這邊等等的 我們治療有分就是 譬如說 塗藥膏 然後吃抗主治癌啊 甚至是類固醇 甚至照光治療 但是這些零零種種 最重要就是要 避免你有任何的養感 所以說像是 我們塗藥膏的話 就是那個類固醇 能夠緊急的 盡快的降低你這個 皮膚的養感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類固醇好像 大家都說不好 覺得說 使用久可能會 月亮臉啊 水牛肩等等 但是 這是在使用非常長期以後 甚至口服以後 才會有這樣的效果 可是因為我們在 異位性皮膚眼的初期 手中要把你的這個 陽感給壓制下來 所以在短期間內 施癒這個類固醇的話 反而它所帶來的好處 是比不使用類固醇還好 因為你早點壓一壓制下來以後 你接下來的陽感 就不會這麼重 你就不會再去過度 依賴這個類固醇 那另外就是說 像是使用抗阻自然的話 也是降低我們的 這個皮膚的養感 因為我們只要 皮膚不養的話 你不會去抓 那你不會去抓的話 就不會造成 越抓越養 大家一定有這樣的經驗 因為我們去抓皮膚的時候 其實會破壞我們 皮膚表面這個保護層 那另外就是特別嚴重的 異位性皮膚眼的患者 我們呢 可以也可能會使用這個 口服的類固醇 或是免疫抑制劑 那甚至就是給予這個照光治療 那照光的話 可能有局部的 或是像是進去一個太空艙照光 那照光它可以壓抑我們的 皮膚的這個發炎反應 那減低養感 所以也有這個幫助 那再來就是說 剛剛忘記提的就是說 有些人學學的說 那我塗藥膏 除了類固醇 還有沒有什麼可以塗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藥膏 是免疫調節抑制劑 它這種類型的藥膏 的確它的效能 大概是接近中度的這個 中效度的這個類固醇 那它沒有類固醇的服務 但是會有類固醇的幫助 減少這個養感 減少發炎等等 所以很適合塗在 就是我們皮膚比較薄 像是我們的臉部啊 或是皺褶處 也是很適合 就是說如果你 真的不想使用 類固醇藥膏的話 可以使用這類的藥膏 異味性皮膚炎 它會不會有傳染的問題 其實是不會的 大家常常看到 是說皮膚上面 有什麼湯湯水水紅疹 都會怕碰到它 會不會被它傳染 那其實異味性皮膚炎 它是比較是一個 基因體質的問題 並不會因為這樣 就傳染給別人 這台鮮雞蛋就喝牛奶 可不可以 答案是可以的喔 雖然我們常常奶蛋豆魚 然後花生堅果 這些小麥這些類 這些類型可能很容易自過敏 但是只要你是異味性皮膚炎患者 但是你吃了不會過敏的話呢 你就還是可以吃的 異味性皮膚炎可以泡湯嗎 那這個題目呢 我會給擦 對 那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異味性皮膚炎 它的皮膚本來屏障 就保護力比較弱了 那熱水的話 它其實會破壞 我們皮膚表面的這個 皮脂層 這個保護層 所以說你泡湯完以後 可能泡的時候很舒服 但是你在這過程中 你的皮脂膜被破壞了 那可能之後會更癢 再來就是說呢 有些溫泉它是屬於硫磺泉 硫磺泉它對皮膚的刺激性比較強 那有些是碳酸清泉 碳酸清泉就還好 可是像硫磺泉的話 你在泡湯的時候 尤其是你是異味性皮膚炎的時候 你可能會容易因為這些硫磺的成分 對皮膚造成刺激 那可能會越洗越泡越癢 可能就會抓抓抓 最後就會產生一個叫做 溫泉性皮膚炎 用漂白水泡澡也可以治療異味性皮膚炎嗎 這個是可以的 對因為漂白水的話 其實如果泡澡的話 它可以改善我們的皮膚的表面的 那個金黃色葡萄球菌的這個菌落 那不過它的稀釋比例大概要把 例如說5%的漂白水稀釋到1000倍 再去做泡澡 但是這個可以用來做比較 沒有那麼嚴重性的 溫泉性皮膚炎的患者 可是如果你正在非常發作期的話 去泡可能會太刺激 那或是說你對漂白水的成分有 感到過敏的話 可能就不太建議 還是要建議要諮詢你的醫師比較正確 補充益生菌保健食品 是否可以改善異味性皮膚炎的症狀呢 這個的話就兩個都舉了 就是說大家其實現在很好奇 到底吃什麼可能不能補什麼 但是目前的研究來說 其實比較有證據力的 就是說比較多論文去研究結果出來的是 就是媽媽或是小孩子在兩歲前 如果媽媽有在吃益生菌的保健食品 或是小孩子在兩歲前有吃一些 富方和有益生菌的富方的話 其實是可以有效減少未來吃疹的發作率 可是像是學齡孩童或是成年人的話呢 你吃那些益生菌保健食品 目前還沒有非常強烈有力的證據說 可以改善異味性皮膚炎 沖熱水就可以治癢 那異味性皮膚炎也可以嗎 就像我剛剛那個講到這個泡溫泉一樣 雖然我們沖熱水的時候會覺得很爽 因為比較燙的時候沖都會覺得很舒服 其實我也會這樣做 但是其實你在沖熱水的過程中 那個皮脂膜保護膜就會被破壞掉 所以是其實不太建議的 那像有時候我們冬天又特別乾癢 冬天環境很乾燥皮膚更乾癢 你再去用這些熱水去沖 其實當下會真的覺得很舒服 但是沖完以後就是痛苦的開始 所以可能有人會有這種冬季癢 或是說在小腿前面會非常的癢 就是在泡完熱水以後 一直沖就會這樣子的結果 關於異味性皮膚炎的患者 他可以做醫療療程嗎 當然是我覺得是可以的啦 對就是說 只要其實你不要在你的急性發作期間 也沒有湯湯水水流濃的話呢 其實你也是可以跟正常的人接受 那些醫美療程的 但是呢相對來說 就是因為你的皮膚的保護力比較弱 所以你在做完醫美療程以後呢 要比較特別注重這個保濕防曬 所以這個完就沒了對不對 對 要這麼快啊 哈哈哈哈哈哈 醫師很順耶 常接受採訪喔 對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